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就在近日 英国研究人员的最新发现 对苦等疫苗的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现如今有十几个国家 几十家公司正在加紧研制疫苗 好消息也不断传来 比如7月1号有个消息 中国的生物制药企业康希诺发出公告 他们自行研制的重组冠状疫苗获批已经在军队内部开始试用 目前已经进行了二期临床试验 但同时也有不好的消息 英国研究人员最近发现 新冠疫苗可能对那些最有可能产生并发症 并且死亡率最高的老年人无效 多伦多大学免疫学教授菲什博士表示 新冠疫苗可能不适用于老年人 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不如年轻人的强大 菲什在周三的电话采访时解释说 如果你的免疫功能低下 或者你的免疫系统弱于其应有的能力 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这种疫苗做出良性反应 菲什说 在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时 通常会给老年人服用较大剂量的流感疫苗 这样他们的免疫系统才有更好的机会来识别和应对疫苗 但是关于新冠疫苗仍有许多未知数 不能贸然让老年人使用 菲什说 我们不知道正在研发的任何疫苗是否会有效 我们也不知道关键抗体和中和抗体是否会对这种病毒有效 现在我们假设将有一种针对健康成年人的有效疫苗 并假定健康成年人正在接种该疫苗 那么仍有可能这个疫苗不会对老年人起作用 尽管一些冠状病毒疫苗候选药物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 但英国科学家表示 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了解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 免疫系统会出什么问题 是否能够承受疫苗 伦敦大学免疫学教授 英国免疫学会主席阿内阿克巴在听证会上说 我们需要更好的了解高龄人群的免疫系统 他说 即使在健康的老年人中 整个身体系统也都不如年轻人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会有很多炎症 这与许多疾病有关 当你感染严重的传染病时 身体系统的崩坏似乎会加剧 但是首先我们要了解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炎症 这是我们真正需要掌握的东西 菲什说 为了使新冠疫苗在老年人中起作用 他们可能需要更高剂量的疫苗 每两个月需要额外的加强注射 或者必须与其他治疗方式结合使用 但是一些专家说 给老人的家人和周围的人接种疫苗 将有助于保护他们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彼得欧彭肖教授 在英国伦敦上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听证会上说 有时可以着重研究怎么来保护弱势群体 例如在过去的几年中 英国一直在为儿童推出不断更新换代的流感疫苗 对不经常患严重流感的儿童 使用季节性鼻喷雾流感疫苗 有助于保护其祖父母 对于新冠也可以这样 多伦多大学的临床伦理学家凯里包曼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谁将最先接种疫苗 但最有可能被感染的人可能首先被接种 包曼认为医护人员其他一线工作者和老人 可能是其中的第一批疫苗接种人群 然而鉴于老年人的免疫系统较弱 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大剂量 所以对可能与老年人接触过的所有人 进行疫苗接种可能更有效 在那些正在进行人体实验的疫苗中 由于潜在的风险 通通没有在研究中使用老年人 还有专家建议 随着世界上各国都在为新冠病毒开发疫苗 现在应该针对不同人群 进行不同的疫苗研究 但是这很浪费资源 这也是疫苗的不足之处 而且在伦理上 对谁先获得疫苗也会承认争议 看来西方专家的思路和中国还是有区别的 中国选取了整体健康状况最好的 军队年轻棒小伙进行实验 最新消息是 接种以后 他们普遍感觉头痛和不适 但目前尚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 28天接种两剂后 都产生了高浓度抗体 也许找年轻人试验 是最快的可以产生效果的办法之一 年轻版疫苗成功以后 就可以继续研制各类人群的专属疫苗 希望各国的疫苗研制进程都能顺利 早日帮全人类度过这场危机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